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最新影片显示 俄军在乌通战场平平击退乌军 不过实际情况和宣传影片可能大不相同 俄方宣称他们击毁巴赫姆特 乌克兰军队的弹药库 击弱美制火箭弹和乌克兰无人机 事实上这场已经打了好几个月的拉锯战 是俄乌战争一年多来 耗时最久最血腥的一场战斗 德国军事专家郎吉就指出 乌克兰军队目前的策略是守住巴赫姆特 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 如果撑得够久 后方的士兵就有足够的时间训练 操作西方国家武器准备反击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丁日前宣布 暂停参加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经过国会通过后 他在当地时间28号亲自签署法案 正式暂停这项条约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